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安心了 施主知道当初我为何出家为僧呢 我也正想请教 我就是这银山山里的人呢 明明知道银山大旱 乡亲们都要饿死了 我却不能言 还随我逐流 助纣为孕 后来是共产党的地下党救了他们 希望神哥也为此丧命 知道吗 在那些被救的人里 就有我的老娘和三个妹妹 我的老娘如今活到九十岁 可至今她还对救她的共产党感激不尽呢 所以你后来一再出手想救我父亲他们 我曾想方设法应救他们 却收效甚为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慷慨就已 我以前那个系统的人 实在是太残暴无情了 施主如今就要面对他们 为众生计 你可要多加方范 多谢大师之教 我判断 到后天晚上暴风雨来临之前 他们是不会有什么动作的 他们是想维持这段时间的平静 已受到突然袭击的效果 请问你怎么做 一个字 等 他们在最后开局 我在最后破局 我懂你的意思 你是想陷中取胜 正是 布局之人 如果此次逃过一劫 他还会不下一次 我必须将其一网打尽 事情如此重大 你为何不求助于政府呢 我怀疑 我怀疑布局之人 就在当政者之中 我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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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负责 你会负责 我怀疑 我怀疑 你会负责 我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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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负责 共党弃聚大陆以后 加紧了轻速行动 使我敌后谍报人员工作日趋艰难 而韩战爆发 迈克阿瑟将军亲率美军第七线队 进驻金融高雄 无疑是为我国军提供了强大支援 对国军反攻大力的计划增添了胜算 就说我来了 九孙您怎么了 短短三年间 我们望风而逃 愧不成军 有一万次机会退敌 却都错过了 但是 我们坚决不能够拱手把大陆 让给共军 第三次世界大战 马上就要打响了 反攻必胜 复国必成 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不断的截获境外敌人发出的电台信号 可以确定 在银山潜藏着一个代号为101的美奖特务 活动非常频繁 他利用了银山湖的地理条件 设立电台和境外取得联系 我们已经对整个银山湖地区进行了搜寻 但是 没有查出任何的蛛丝马迹 敌人非常狡猾 他把自己隐蔽得很深 沈欧同志负责这个案子 小沈 你向曹书记详细地汇报一下这个案子目前的进展情况 在我们截获的敌人情报当中 反复出现了美人交计划这五个字 我们推断 我们推断 美人交计划 就是敌人 在银山要实施的新的破坏计划 刘老田和大傻的死 调查之后我们了解到 他们的死 可能跟这个美人交计划 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我们已经采取措施 对车站码头进行监控 排查一切科医人员 菊花 菊花 我刚才看见板阳在开飞机 他现在他现在可有钱了 他往下撒票子撒票子 都是一万一万的大票子 你捡到没有啊 捡个头啊捡 这死鬼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到处都找不到人 反正他现在很有钱很有钱了 你管他到哪儿去了呢 他是我爸 你妈是我妈 你的你家来我的家 你妈我的家 哎哼哎哟哟哟 哎哟哟哟哟 老板让我来接你 等我走啊 你我 我的我 哎哎哎哎哎哎呦 我这儿有一封信 我念念 银山湖奇观 水漫金山山不见 逾越龙门门难开 写这封信的人 是银山青龙公司的老板 贾斯莫 他说他寄这封信给我们 是向我们报警 我和他见过几次面 我知道的情况 也都是他提供的 我刚刚得知 他要捐五十两黄金 和极卡车的粮食物资 用作抗洪救灾 抗洪救灾 哎瑞瑞你看 台上穿西装的那个 叫贾斯蒙 银山最大的基本家 这人怎么看着眼熟啊 我在哪见过 同志们 好 大家安静一下 同志们 至此银山市委市政府 成立周年 社会各界 響应党的号召 毛主席的号召 积极投身到 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活动之际 银山新农公司 老板贾斯蒙先生 踊跃捐款捐物 支持新农国的建设 啊 这是值得表扬的 这说明 贾斯蒙先生 是爱国的民族自治家 我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赠送景旗一面 这个人的底细你们查清楚没有 我们查过了 他公司经营的范围涉及到 矿业农产品 日用百货和纺织 还有一家无线电修理铺 这家修理铺 就在银山湖附近的西口镇 而我们追踪到的敌人电台信号 也在银山湖附近 除了这些情况 我对贾斯蒙还有几点怀疑 第一 刘老田死之前和他有过接触 这一点他也承认了 第二 我们到湖区去巡查敌人的电台 他正好也在湖 第三 昨天有一个神秘女人去了他的公司 这个女人穿了一件美人胶图案的旗袍 住在道口旅馆101房间 美人胶 101 为什么会这么巧呢 我曾经问过他 他不承认他是特务 但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很费解 他说 他是个替死鬼 当枪毙他的时候 会有很多人拍手称快 现在 请贾斯蒙先生讲话 大家鼓掌 这是谁 讲话蛮有数人的 他叫马良 是市委办公室的主任 以前啊 是我们西南联大的学生领袖 四五年反极乐反地战游行的时候 他被敌人抓去做了半年老胡闹 银山的父老乡亲们 对贾斯蒙的怀疑还不止这几点 但是在我们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不能够抓他 因为他是银山最大的民族资本家 工商联的副会长也是我们统战的对象 不过他的一举一动已经在我们的监视当中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也安插了自己的同志在他身边 一旦掌握证据 马上采取行动 情况就是这些 曹书记 您还有什么指示吗 现在斗争学势啊 非常复杂 敌人为了颠覆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 什么手段都能使出来 你们的任务很重啊 一定要抓紧时间破案 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有什么新的情况 及时向报告 是 曹书记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晓鸥 晓鸥 这个人的真实姓名叫什么 贾斯蒙 你不觉得 他像剑桥吗 他们来了 你来晚了 刚才这热闹的场面啊 你没看到 再热闹的场面也是你亲自导演的 我不明白 你这是在鱼人还是在鱼吉 都不是 你没看出来我这是走公司吗 我已经掌握了一些新情况 要不要我一见一见 方妮啊 我请你来呢 不是让你到处乱跑的 你就不能够安静的 待在旅馆房间里面吗 你说银山都可能出现了十人鱼 我怎么还能做得住 方妮我告诉你 这里很不安全 你的一举一动你都要听我的 你明白吗 你不该叫我来的 你既然叫我来了 这事就跟我有关系了 我不可能像个墨欧那样听着办 那我只能让你离开银山吗 这里已经死了两个人了 你要是发生点什么意外 我怎么向你的家人交代 你太小看我了 四毛 我要是怕危险 就不会从美国回来了 而且在这个时候 我不帮你 谁帮你 你好 我干脆把它调到里面举探 喂喂 站住 我正找你们二位 给 这是找得向政府来信 反映村里农民养的鸭子鹅 经常在银山湖区失踪了 银山湖 会不会是污染 那附近也没什么工厂 哪来的污染源呢 污染 什么叫污染 我看是不是被黄鼠狼给拖了 这也要找到我们农业局 我觉得不可能是突发性的水污染 局里的同志每天都在喝着银山湖的水 没见有什么不良反应 别再说了 如果是污染致死 应该能看得见尸体 而不会是失踪啊 这样吧 咱们现在去看一眼 我昨天也觉得奇怪 那么大口的四季 就像个死狐一样的鱼 站住 上哪去啊 我批准你去了吗 我警告你王若宜啊 你一贯的无组织无纪律 自由惨漫 我们这是去工作 你凭什么批评我 你这态度 像领导 我态度 我告诉你 就你这态度 要搁部队里边 老子罚你关禁闭 对不起 这不是部队 这是专业机关 你要想别人尊重你 你就得先尊重知识 局长你别生气啊 我也走了 你不就多喝了几天羊毛水吗 尾巴都翘到天上去 我知道 附近的村民反映了一些湖区的情话 其实啊 你们根本就别理了他们 这水库啊 这整个迎山湖都是国家财产 他们只是因为啊 不让他们下湖区 才故意找出这些人 那为什么要封湖呢 我们这个水库啊 不仅要为迎山提供工业用事 还要为城区的老百姓提供用事 这几年一直大旱 水资源本来就缺了 还要防止迪特破坏 所以啊 干脆又付了 可是按照苏联的经验 这个水产和水资源是可以备足 哎呀 现在不是情况特殊吗 国民党时期啊 水库就是封的 我们接管以后啊 战时也不这样 那这是资源浪费啊 我得向曹叔议反映这个情况 曹师姐 上午参加了新鸿事业公司的捐赠仪式 他们捐了五十辆黄金 还有机卡车的粮食和物资作为抗红救灾用 我代表世卫市政府给他们颁发了一面锦旗 那个蒋四毛 对 他到底想干什么 抗什么红救什么灾 我们现在还在干旱呢 我也觉得奇怪 不过捐款总是好事嘛 曹叔议 来 曹叔议 老张 行手来电 让我们做好抗红救灾的准备 一场特大洪水将会到达银山 省气象站正在发布预报 在高原玉荣山区形成强烈对流 玉荣山区未来二十四小时的降雨量将达到二百八十八毫米 根据地区气象台预报 这股暴风雨团还在持续加强 并且逐渐冬移 它的封面预计在七十二小时之后 到达银山地区和下游南将流域 根据气象资料分析 这场暴雨将是整个银山地区三十年一遇的强降雨 很可能对当地造成渐渐渐 三十年一遇 曹主任 看来还真让他说转呢 马主任 通知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 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立即成立防讯指挥部 做好抗洪防讯准备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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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长 快下雨了 我们抓紧时间赶路吧 这贵天气 看来这场雨不小啊 好 咱们到山学看看 是 好 好 大家好 就贴点了 加油 曹主任 好 情况怎么样 行事非常严峻的 刚才接到了行属的变化 行属的陈副主任 已赶去益龙山区了 老张 嗯 我们马上找开雨关方便 先开个会 制定应急方案 布置下去 好 马主任 你马上去同志 好的 同志们 天气跟我们作怪啊 旱了这么久 突然要下大暴雨了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处在玉龙山口 又是球西河的会合点 行属指示我们 要重视这场雨 啊 关主任 你的银山湖水库没有问题吧 曹主任 您尽管放心 我们在年初就做好了除险加固工作 大坝 闸口和泄洪道都做了认真细致的检查 只要洪水一到汛县水位 马上就可以开查泄洪 好极了 同志们 你们来看 我们银山的位置是扎在山窝里的 银山湖水位稍微高一些 就冲滑西边富坝的危险 那就会直接淹掉整个城市 而且水堵在里面出不来 当然了 我们庆幸的是我们有这么一座水库 啊 国民党撤退的时候还想炸毁它 那时候我们地下党 接近全力保护住了它 不过 我要提醒同志们 这次是三十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和洪水 也是新中国成立后 银山遭遇的第一次重大自然灾害 所以我们要向老百姓展示 共产党是有能力战胜一切自然灾害的 小虹 老板不在 你没进她允许进她的办公室 只要进来的不是我 而是她 怎么办 你不是也随便进来了吗 你在看什么呀 我一直都很好奇 老板搞这个模型 到底是做什么用 你每天跟她在一起 你为什么不自己问她 我问她还不如问你呢 你进来不也是为了她吗 你错了 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我只对你感兴趣 告诉我 你到底是谁的人 我是老板的秘书 请你对我尊重一点 只怕你这个秘书不简单呢 现在我确定 你不是沈欧的人 你是101的人 老板身边居然埋了个你 分分钟钟你都能要了他的命 对吗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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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立 句话 句话 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 一个发财的梦 一个发大财的梦 我梦里我在挪金子 一落一落一落 一落一落 我在数票子 大票子 一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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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牙也在数钱 九叔啊 我说你今天是喝了风铃尿了你 真是神经病 林立 鱼都卖了 五百块都卖了 真乖 林立 放到桶里的红鱼呢 我一块卖了 一块卖了 卖多少钱 五百块 天哪 你怎么才卖五百块 这鱼它一条都值一万块 你爹回来不气死才怪呢 哎呦 你真是 林立 你干什么呢你呀 你卖个什么人啊 小天回来了 王爷 辛苦了辛苦了 来给我 给你 这什么鱼啊 哎呦 王爷 怎么了 哎呀 怎么了 这鱼怎么会咬人呢 这不是鱼吗 怎么会咬人呢 哎呦 手没事吧你 嗨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 老板刚才打电话找你们 你们都不在 出什么事了 他现在在公安局 你们快去吧 公安局 走 嗯 这是 哦 谢谢你啊 你胆子不小啊 大摇大摆地进了公安局 你不是说过吗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期期 我怕什么 说吧 找我什么事情 你这可有点审问的架势了 我知道 我在你的心目当中 是最大的特务嫌疑人 你怀疑我就是101 你知道101 当然 你可以随时抓我 但是你不抓我 说明你的头脑还很清楚 说吧 找我到底什么事情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我想请你帮我抓一个人 抓什么人 方妮 去年从美国回来的农业水产专家 你认识他吗 我们在美国是校友 你为什么 要我抓他 因为 他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 我不希望 他伸出险境 他来迎山 是什么目的 你放心 他不是坏人 他是我请来的 我需要他的专业知识 他住在 道口旅馆101房间 他的身份目的 你扣住他一问就清楚了 拜托你了 站住 你还没有告诉我 谁是101呢 你真的想知道 谁是101吗 当然 他就在你们的革命队伍当中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不能把所有的事情 告诉你的原因 有句话叫 图穷匕首剑 你应该听到过吧 你等着吧 早晚会跳出来的 局长先生 真巧 碰上你了 拜拜 拜拜 什么意思 张局长 他来干什么 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告诉我 和他接触的女人叫方妮 住在道口旅馆101房间 我马上去查 请问 你们就是这铺子里的主人吗 你谁呀 我听说你们店里有一种红昌鱼 我出个好价钱 买几条行吗 没有没有 你别在这添乱 你赶紧走 大婶 你告诉我 你们是从哪弄来的那种鱼 我转了一圈市场 听说就你们店里有 你们给我线索 我给你们钱 不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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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没有 什么云都没有 我们这只有金的 我们这只有大楼大楼的票的 你走开 走开 你走开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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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会再来的 走开 走开 九叔 你说 百安的无奈利鱼 是不是真有问题啊 会不会给咱家惹祸呀 不会的 不会的 会买大票子的 大票子 大票子 我刚才打电话回公司 你们两个人都不在 我问你们 你们刚才去哪了 我们俩刚才 一块在外面吃饭呢 是不是小黄 是老板 我们在外吃饭呢 我没想到 你们两个人 合起伙来骗我 他让我很吃惊啊 不过没关系 你们两个人当中 总归有一个是好人吧 好了 上车吧 你干什么你 你 马主任 别来无恙吧 李本国 你个狗特务 不错 当然是我 你现在就跟我去自首 否则我马上叫人来抓你 抓我 好 好 我被抓进去以后 把你所有的罪行 全都招供出来 看看到时候共产党 怎么收拾你 你给我滚 滚得远远的 我不想再看到你 老鼠最怕被人踩了尾巴 你何止是尾巴呀 你把你所有的上级 全都出门了 让我们一次性的 就杀了那么多的共产党 这批血债 你 偿还得了吗 你想怎么样 跟我 走吧 走 张副司长 请您签出字 曹书记 老张 曹书记 气象预报 暴风雨团风量已经动一到了草店 球球和上游已经开始涨水了 御龙山区出现了洪灾 看来情况是非常的严峻 刑署有什么进一步指示没有 陈副主任指示我们 对暴雨洪水一定严密监测 多加防范绝不能掉以轻心 如果疏忽大意出了问题 要追究你我的责任 看来啊 现在关键的 就是这座水库了 只要保住它不出问题 银山就不会出现问题 好在我们事先有准备 库区提前关闭封库了 等暴雨一到 我们提前开闸泄洪 我已经通知老管了 从现在开始 湖区安排民兵24小时巡逻之班 保护住大坝 防患于未然 另外 我想了想去 迪特的目标 就是这座大坝 否则 他利用洪水干什么呀 他就是要在暴风雨到来的时候 炸掉大坝 淹了银山 这可是二十万人的生命财产 现在 这里是什么地方 安全吗 找你的打量 这里很安全 没人注意 坐吧 说吧 想干什么 我想 在你的身上赌一把 赌什么 赌你的前程 我已经替你 估量过形势了 这场暴雨洪水一来 曹锦州 为了银山这几十万人口 就只有放水这一条路 把食人鱼放下去的结果 他想都想不到 一旦这种鱼 流向了全国的水域 就永远就永远不要想抓干净了 到时候 供党刚一上台 就把自己的水域 鱼液全都给毁了 这个责任 他承担得起吗 他可以不开闸 不放水 那银山二十万人怎么办 为此 他会掉脑袋的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没有 这是一个死局 无论出现哪种结果 你觉得曹锦州 张建成 还能够安稳地坐在台上吗 这 就是我为你设的独居 在这场工党毕书的事件中 你是唯一的赢家 从此往后 你 就是我们插在工党内部的 一颗棋子 我要是 不干呢 不干也可以 不过 当年银山共党组织被破坏 我想他们 是不会放过出卖自己的叛徒的 干 就是我们的人 不干 国共 都不会绕过你的 你选择对了 从今往后 我想要见你 就会在你的办公桌的右下角 放上这样一个信封 你们能见市政府 说出来 可能你不信 101 就在你们这些当政的通知中间 每人交集化 正是他的杰作 你不信